40万人打出8.1的高分 被无数网友奉为丧尸题材经典 时过15年 系列的第二部有望在2025上映 网友直呼有生之年系列 他就是威尔史密斯主演的 我是传奇 后续步伐有好的丧尸题材作品 我是传奇 之所以能成为经典 就是因为哪怕过了15年 你现在来看 依然能被他的故事吸引和感动 人类消失后的纽约 显得格外的空旷和安静 清脆的不古鸟叫 让城市添加了一丝生气 突然 跑车的轰鸣声响彻街道 强哥驾车穿梭在城市之中 他是城市的唯一幸存者 同行的 还有一条狗 大家都亲切地管他叫旺财 三年前 一场医疗奇迹 制造了感染病毒 病毒以极快的速度感染扩散 最终导致 短短三年的时间 让纽约沦为了鬼城 没人知道感染从哪里开始 也没人知道 感染什么时候能够结束 强哥希望结束的时间早点到来 不过现在 他得填饱自己的肚子 跑车在道路上黄标 发出的噪音 很快惊动了陆群 发现猎物的踪迹后 强哥飘移甩尾掉转车头 开足马力 全力追赶 接近猎物时 他立马掏出了猎枪 只是机会稍纵即逝 突然出现的隧道 让他失去了机会 在接下来的追赶中 陆群钻进了封堵的街道 这让强哥彻底失去了机会 无奈 强哥只能徒步进行寻找 再次发现猎物后 强哥开始悄悄接近 野路并没有警觉到 他的存在 结果强哥刚要动手 一条母狮就节足先登 先行咬住了野路的脖子 紧接着 强哥带着幼崽 准备开饭 强哥看了一眼时间 只好拱手让出猎物 原来 人类感染后并没有消亡 一部分感染没死的人 变异成了咒服夜处的怪物 为了隐匿自己的行踪 每次回到家 强哥都会用消毒水 抹去门口留下的气味 没能猎道路 今天的伙食 又是罐头 填饱肚子后 强哥给旺财做了一套洗浴服务 就在这时 脑中突然响个不停 一时间 强哥陷入了恍惚 在旺财的吵闹下 回过神的他 立马封死了屋子的所有出口 当城市陷入黑暗后 这些称之为夜魔的变异人 开始在街上游荡 他们发出的嘶吼吵闹 让强哥的记忆 拉回到了过去 他曾是位军方服务的科学家 感染扩散后 他第一时间被军方争调 相继 纽约市启动了军事隔离 为了找出解药 他决定留下来继续研究 但为了家人的安全 他要先把妻儿送出城 病毒扩散后 民众开始大举外逃 整个城市被堵得水泄不通 人们必须通过红膜扫描 排除感染 因为身份的缘故 强哥走了绿色通道 在拥挤的人群中 一家人顺利通过了安检 然而 母女在登机后不久 就发生了意外 而强哥则亲眼目睹了悲剧的发生 军方故意炸毁桥梁 直接中断了难民的疏散 后强哥开始了新的一天 保持每天健身运动 成为了他的习惯 这也是为了应对不测试 有强健的体魄 当然 旺财也不例外 完成今天的训练后 强哥来到了地下室 这里是他研究病毒的实验室 为了找出病毒的抗体 多年来 强哥一直没有放弃研究 记录实验日之后 他掀开了眼前的蜇蜂 第391号实验对象依然失败 血清不但没用 甚至还杀死了一些样本 就在这时 他注意到了一支另类 他的各项指标显示好转 似乎血清发挥了作用 为了进一步验证血清的效用 强哥打算下一步进行人体实验 带上必要的装备后 强哥带上旺财出了门 像往常一样来到了音像店 为了小姐孤独感 他还在店内摆放了假人 并且假装和他们聊天 不过 他的每一句对白 都是自欺欺人 根据以往的标注 强哥对新的房屋进行了搜集 找了一些有用的物资后 他打算离开 就在这时 强哥注意到了小孩子的房间 想到自己的女儿已经不在 这让他多少有些伤感 来到港口 强哥像往常一样对外广播 并希望有其他的幸存者聆听到 他总会在这里待上一段时间 等待广播里有人回应 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 他就在战斗机上打高尔夫 突然 旺财发现了远处的猎物 强哥赶紧用八倍镜观察 发现一头野路后 他立马追了上去 不料 旺财用力过猛 直接跟着野路冲进了建筑里 要知道 漆黑的建筑里 折服着夜魔 为了把旺财给救回来 强哥还是冒险闯了进去 在漆黑的环境中摸索 他的每一步都必须小心谨慎 建筑内 不断传来夜魔的嘶吼 强哥内心充满了恐惧 因为这里是离死亡最近的地方 紧张的他用手捂住光 等环境安静后 他才继续寻找 紧接着 楼梯上的血迹 引起了强哥的注意 找上去一看 万幸只是刚才追的路 看来 夜魔已经把野路给吃掉了 显然 强哥离夜魔越来越近 没走两步 惊悚的一幕出现了 强哥赶紧将灯光捂住 并小心地往回退 无料却才想了木块 他立即收住脚 这才没有惊动他们 随后 强哥终于在楼下找到了忘团 不过 夜魔同时也发现了他们 强哥立马开枪 将其击退 被发现后 强哥一路向外面狂奔 眼看夜魔就要扑上来 危急关头 他直接从窗户上撞了出去 一只夜魔跟着掉了下去 但在紫外线的灼烧下 夜魔很快死去 紧接着 强哥开始制作陷阱 精心布置后 他抽了自己一管血 并将血瓶砸碎 当作诱饵 没等多久 陷阱就捕捉到了一只 不想 一只夜魔顶着灼烧向他咆哮 扛不住后才躲了回去 强哥将抓到的夜魔 带回了实验室 实验对象是名女性 使用了六倍镇惊剂 才稳定了情绪 他所有的指标 都是感染症状 随即 强哥使用了391号血清的化合物 将其注入夜魔的体内后 对方的症状出现了缓解 然而下一秒 夜魔就暴走发火 眨眼的功夫 就变成了一具尸体 不过 注入解药中和血清后 夜魔再次复活 同时 也宣布了血清的失败 强哥有些灰心 到目前为止 他依然没能找出 攻克病毒的解药 从这次经历来看 他依然对接触 和空气性传染病毒免疫 但犬类只对空气传染免疫 虽然强哥自带免疫力 但他却无法将免疫力 转移给被感染者 并认为 他们完全退化了社交能力 第二天 强哥像往常一样 来到码头广播 并希望除了他以外 世界上还有人活着 再去音像店的路上 强哥在路边发现了假人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 紧接着 他就将车开到了假人面前 在孤独的折磨下 崩溃的强哥不断咆哮 他甚至还朝假人开了枪 空虚的强哥 发泄着自己的情绪 当他走进假人时 藏在水洼里的陷阱 瞬间触发 下一秒 强哥就被吊了起来 当他被闹钟吵醒时 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强哥尝试自救 结果割断绳子时 手上的刀不小心 扎进了他的腿里 眼看太阳就要下山 他赶紧朝自己的车辆 爬去 没想 夜魔突然放出了丧尸犬 好在有阳光的阻挡 但当阳光消失后 丧尸犬就扑了上来 为了保护主人 旺财被咬受伤 将所有丧尸犬干掉后 强哥立马带着旺财逃回了家 他再次尝试了391号泄情 并希望奇迹能够发生 然而 旺财最后还是感染变异 强哥忍痛结束了旺财的生命 失去旺财后 强哥陷入了绝望 孤独的恐惧感填满了他的内心 无法再独自面对生活 强哥打算向夜魔复仇 他在码头放下诱饵 当夜魔靠近后 强哥开着车直接撞了上去 但对方数量太多 强哥很快就陷入了被动 在魔王的指挥下 夜魔将强哥的汽车顶翻 就在他无处可逃的时候 一道刺眼的紫外光赶走了魔王 在阿雅的帮助下 迷迷糊糊的强哥被带回了家 第二天醒来后 警觉的强哥拿出了武器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 不过 这一举动也吓到了两人 强哥赶紧放下手里的枪 表示友好后 阿雅为他端来了食物 原来 他听到强哥的广播后 在码头等了一天 并表示 在贝色市有一个避难所 那里聚集了非常多的幸存者 强哥不愿接受 偏执的他掀翻了食物 并认为所有人都死了 见下到了两人 强哥独自上楼冷静了一下 平复情绪后 强哥找到阿雅 了解了情况 灾难发生后 阿雅去了巴西的救难船 不过还没开船 船长就逃了 有人在岸边找到了他们 并且 他们中有五人是免疫的 强哥有点难以置信 阿雅提出了 赶往避难所的路线 但倔强的强哥却不愿离开 因为他要留下来 继续研究解药 提到强哥的腿伤 他带着阿雅 查看了事发地 让他不解的是 夜魔根本不可能设计陷阱 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大脑 唯一的天性 就是事许 阿雅觉得 难道是他们进化了 游泳的时候 小男孩说水 非常的冷 正是这句话 突然点醒了强哥 他给夜魔铺上了冰块 降低他们的体温后 或许能够增加疫苗的功效 看着一旁的实验照片 阿雅发出了一声感叹 可见这么多年来 强哥付出了多少努力 天黑后 强哥关上了所有的窗户 阿雅还是希望他能一起走 强哥不愿相信 避难所的存在 还反问阿雅 为什么如此确定 阿雅坚信自己的信仰 认为是上帝指引了他 然而 强哥根本不相信这些鬼话 病毒爆发时 全球六十亿人口 其中五十四亿病死 只剩下了一千多万的 免疫者幸存 而五亿多的人 变成了夜魔 在他们的猎杀下 所有人都死了 阿雅背对的哑口无言 就在这时 外面的动静 引起了强哥的警觉 没想到 夜魔跟着他们找回了家 强哥起爆了埋放的炸弹 虽然炸死了不少 但这并不能阻挡他们 强哥赶紧上楼寻找阿雅 但窗户上的血迹 让他感觉到了危险 突然 魔王冲出来 袭击了他 强哥被对方咬住 拖进了房间 他拿起螺丝刀还击 结果被反手扔下了楼 强哥顺势捡起楼梯口的武器射击 魔王速度敏捷 眨眼的功夫 就逃离了现场 强哥折回家里寻找 此刻 两人躲在了床底 天花板 有只夜魔正在挖墙 强哥拿起床头的枪 一番火力输出后 打死了对方 万万没想到 逃离的魔王并没有离开 在他的呼唤下 更多的夜魔人 向这里赶来 情况危急 强哥带着两人 逃进了地下室 就在这时 阿雅注意到了女夜魔的变化 似乎一秒发挥了作用 没想 魔王带着大军 冲到了地下室 强哥立马锁住了玻璃门 并不断向对面解释 他能够治愈他们 魔王不断冲撞 玻璃门眼看 已经碎裂 就在这时 对方在玻璃上 画出了蝴蝶的图案 强哥也是秒懂 原来 感染者的情感 并没有退化 夜魔同样还保留着感情 示弱的强哥 放下了手里的枪 缓缓取下针头后 女夜魔再次恢复 为了二人的安全 强哥将女夜魔推了出去 魔王见到自己的老婆后 这才安心了不守 其他夜魔想要咬她 但在魔王的威慑下 强哥顺利拿到了真迹 注射完血清解药后 女夜魔再次活了过来 魔王也是性情中人 要回老婆后 也是将两人的恩怨 一笔勾销 故事的最后 强哥与阿牙两人 一同前往了避难所 至于那里是否真实存在 强哥对此充满了期待 电影有两个版本结局 另一个版本 是男主为了救他们 献出了生命 如果续作上映 大家认为 会是哪一版的结尾续集呢 以上便是本期内容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